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藏着今天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那就是关于外星人的消息 甚至有人说在这个基地当中就有坠毁到地球上的外星人的飞船 外星人的尸体 甚至还认为在这里美国已经与外星人建立起了共同合作的基地 但是对此美国政府一直是不承认 始终说这只是一个军事基地 不久之前关于51区的一些档案居然被解密了 51区 这个在变形金刚X档案诸多大片中频频出现的神秘基地 如今它的真实性终于被证实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 日前取得了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51区的历史数据 文件中记录了美国曾在冷战时期于内华达州的51区进行机密军事计划 开发与测试超高空飞行间谍机 直到今天为止 就在51区之外 依然还有很多坚信 有外星人存在的人 24小时的守候在这里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信息 我们这回看到 虽然解密了一些档案 但可惜记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似乎并没有提到外星人 那么51区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解密呢 我想这恐怕是天下很多人共同的愿望吧 但愿我们有生之年真的能够破解这个谜题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最新的科技动态 美国科学家在美洲大陆发现一种新哺乳动物 科学家将这种外表酷似猫和泰迪熊结合体的动物 命名小型犬换熊 这也是35年来在西半球首次发现新的食肉动物物种 身为伊万富翁的发明家 埃伦·马斯克公布了一项具有未来派色彩的新型交通系统设计方案 这种名为超回路的急速交通系统采用太阳能 由管道和车舱构成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23公里 比拟音速 如果乘坐超回路 乘客从北京到长沙大概只需要30分钟 在什么年龄最经常感觉幸福 英国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23岁和69岁的人最幸福 专家解释说 因为大多数20岁出头的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令人沮丧的挫折 未满70岁的人已经学会不畏追悔往昔而难过 而最不幸福的人是那些刚满50岁的人 因为这些人还不能接受自己正在逐渐变老的事实 其实也有人认为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一种能力 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境况之下 你都能够让自己获取最大的幸福感 而根据最新的项研究表明 一天到晚使用社交网络的 或者是使用社交网络种类过多的人 幸福感反而会下降 为什么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我天天在网上跟大家聊天 没觉得自己不幸福 但有的时候在互相的对比之下 难免我们自己心里可能会出一些小小的失衡状态 这毫无疑问就会降低我们自己的幸福感 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 社交网络 现代人您不能没有 但是也不能过度的依赖它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和我们健康有关的话题 现在问您一个问题 可能是正在看着电视 吃着早餐准备上班 别吃了 看看您那筷子 您这筷子多长时间没换了 超期使用的家用筷子 因为含水量特别高 很容易成为细菌生长的温床 如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等 严重发霉的筷子会滋生黄区霉素 该物质已经被广泛认定可诱发肝癌 长期将筷子摆放在橱柜内 则可能让筷子变质的几率提高五倍以上 平时洗筷子都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愿意把筷子割成一把 哗哗哗一搓 觉得这样还洗的挺干净声音还挺好听的 但是这么一来很容易碰伤筷子的表面 这样就更容易积存细菌了 所以提醒您筷子最好勤换一点 另外新筷子买回来再开水里煮一煮再来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环境与健康 喝酸奶养生较注意时间 最好是饭后半小时到两小时内服用 此外营养师还提醒 凉酸奶亦引起肠胃不适 在饮用酸奶前 可以把酸奶连袋子或瓶子放入4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中 缓慢加温 这样既不会把酸奶中的乳酸菌杀死 还能增加乳酸菌的活性 增强其保健作用 近日厦门圆当湖上漂浮着无数死鱼 特别是在湖边的低岸旁 死鱼更是挤压成片 臭味难闻 令人不敢接近 据了解 造成鱼儿大量死亡 主要是连日的暴雨 使湖水炎度猛降造成的 暴雨来临前 湖内的炎度是27 而暴雨后测试炎度变为2 湖内的鱼无法适应水质的突然变化 造成死亡 看到这张图片 您可能会说 是不是我们家电视机出问题了 真没问题 这绝对是我们现实当中看到的一只小龙虾 8月初 安徽的一位杨先生发现了它 杨先生当时觉得奇怪 这龙虾怎么长成蓝色的了 于是就拿着龙虾去问过几个养殖户 这几个养殖户说 他们也没有见过 就知道龙虾小的时候 颜色比较泛轻 到了岁数大一点就成红的了 等到老一点就完全是黑的了 这种蓝色的真没有看过 网上不少朋友也说 这还是头一回看见 有人比较有想法 说是不是重金属中毒了 重金属腹集在它体内 于是它就变成蓝色的了 专家解释 其实这只是小龙虾在发育过程中出现基因变异 并不是由重金属等污染造成 虾壳中的虾氢素与蛋白质相结合 过量的蛋白质结合后 会形成一种甲壳蓝蛋白的蓝色复合物 从而使其外壳呈现蓝色 目前看小龙虾变色这个现象 倒真的是非常罕见 有人说大概是两百万分之一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还看到了一些大龙虾变颜色的图片 甚至龙虾从身体这么一分为二 一半是蓝的 一半是黄的 但是究其原因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新闻 大家估计不少人现在都喜欢玩微信 尤其是当他推出了游戏功能之后 很多人都高呼走打飞机去 但是这飞机打坐了之后 真的出来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手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你看杭州的一位许姓的女士 因为用手指疯狂的打飞机 结果中招了 到医院之后 大夫都苦笑了一下说 您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五个了 医生就说了 右拇指还有手掌连接的关节处 他得了一个病叫狭窄性肩翘炎 还好医生说这个病如果是轻度发作倒也好办 打一打封闭 吃点消炎阵痛的药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改善这个症状了 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您一下 如果您在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打飞机的排名永远是第一位的话 您要注意一下 让您的大拇指再多休息休息吧 这个排名第一也好 最后一位也好 没什么了不起的 千万别音小失大 当然我们说咱们现代人谁也离不开手机 手机不仅仅是我们跟外界进行联系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甚至还可以带我们去看病 手机变身医疗助手 前沿的科技却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 手机医疗离我们生活远吗 现在看病的确非常费劲 为什么呢 您进去挂号得排队 交费得排队 看医生得排队 甚至出院您还得排队 不久之前 北京市的一位主管卫生医疗的领导去某医院挂号 居然他排了几个小时队也没有挂上号 所以怎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 利用好医疗资源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这真的是一个让人会很费心思的问题 这不不久之前就有人推出了利用手机来帮助我们看病解决看病难的好方法 1973年4月 马丁库帕发明了第一部手机 最初的手机虽然体型很大 但只有通话一个功能 但经过30年的不断通信后 手机不仅从体积上发生变化 功能也从最初的打电话发展到发短信 玩游戏 上网 刷微博 进入21世纪后 人类大规模地将电子技术进入于医疗领域 这技术的完美组合 或许将彻底颠覆我们传统的健康监测模式 这个智能牙刷 它能从人的呼吸中分析出口腔消化道是否有炎症 在得出结果后 通过现有的无线装置发送到医生脉 进行初步诊断 手机和医疗领域的结合 正在使传统的医疗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手机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的话已经前面的普及 所以它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载体 所以如果把过期的一些医疗传感 这种技术跟手机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可能发展出于新的 新的手机技术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内分尼科 陈医生像往常一样 来接诊这里看病的人 在清楚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后 医生开始详细给病人进行检查 你看我这个是什么病呢 陈大夫 因为脖子疼 还有点老发烧 就像一个叫做咬集性脏腺炎的问题 外观看不到 手摸可以摸到 我们这叫异度的 现在外观就看不到 手摸呢 我这就是异度了 陈医生在给病人反复说明病情后 病人仍旧不太明白 为了让病人弄清楚自己的病情 陈医生拿出手机 找到有关甲状腺炎的病情内容 给病人详细阅读 这就是医度是吧 外观无异常 但能触摸到甲状腺炎 对 我觉得您这个还挺好的 以前看病 很少有大夫给我看这么 这么清楚的东西 跟病人解释一个病情的时候 可能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这样 拿手机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那给病人一看 他一看了以后 一目了然了 就非常清楚 就是很方便 以前我们主要采用的方法是 就是让病人了解 要怎么样治疗 怎么样预后 他的病情情况 一般都是采用 就是在病房 自己先预备 预先准备一些小纸条 这样给病人 让病人看 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有了这样 比如说手机啊 这样比以前可能更方便一些 由于医生每天接诊的病人很多 在多数情况下 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 给病人详细说明病因 而如果手机内存有病情的详细介绍 拿出手机给病人直接看 这样既可以节省就医时间 也可以让病人全面了解自己的病情 手机在医生出诊时 成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工具 而在查房的时候 手机变成了必不可少的计算器 你在用手机看什么 我在给跟他那个 对我们跟他查的那个人 的体重有点大 我们要给他算一个体重指数 那体重指数 我们能够看到 他是否是处于一个肥胖的 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 那么以前我们这种指数 你都必须拿电脑算 或者说拿自己拿笔 那用除法列出工事算 现在呢 就直接可以拿手机的指数算 陈医生手机里面存储的医疗内容 不仅包括各类病情的详细介绍 同时还包括国家 及时更新的医疗知识和医疗讨款 那陈医生手机上的 这些医疗的知识 究竟是通过手机上网查阅到的 还是另有途径呢 技能手机起码是可以实现 里头可以存储大量的医疗资料的记忆功能 那么这种记忆功能 可以分门别类的存储 各种各样的医疗资料 医疗指南 那么有一些对患者教育的资料 都可以存储在里头 所以对于大夫来说 那么看病的时候 有一些具体的条目 或者是具体的东西记不住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调出来翻阅 实际上跟我们以前翻口袋书是一样的 这个软件系统 是专门针对医生的一款手机软件 在北京协和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空军总医院等 很多医院的医生都在应用 那他究竟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医生有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常常不容易被记住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软件 能够帮助医生 能够很方便的来查询这些信息 把传统的书本知识 编成到一个软件中 当医生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 可以直接搜索所需内容 而和平时的手机上网查语资料相比 这个软件里面的知识 与网上搜索到的内容 更加准确 更加全面 这个软件 以及或者一系列的 为医生开发的软件 能够帮助医生 能够更好的行医 能够让每个医生 随时随地就能够查到 他临床问题的最相关的答案 手机对于医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助手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手机在医疗方面 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手机变身检测仪迹 可以随时检测 我们的建创状况 它主要是用证诊 诊断清理时长 简单的操作 清晰的心电示意图 吴大爷今年六十八岁了 每天他都会来到广场上 锻炼身体 这天在锻炼完身体后 他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 出于好奇 他也上前去看了看 当吴大爷提出 也想检查时 操作人员像往常一样 把手机侧心电的两个电脊 分别贴在吴大爷的 左手腕和右手腕上 吴大爷疑惑地看着手上的仪器 大概是对这手机侧心电 还不太理解 他医院的东西好大 他身上贴好多东西 他这个东西就贴了那么两个 我就想这个东西 苦可不苦可 看到赫然出现在手机的心电图 吴大爷一言不发地盯着手机 看个肚庭 对于手机上 为什么会出现自己的心跳 吴大爷他并不想知道 只是想尽快结束这些 然而就在吴大爷要拿下电极时 操作人员突然发现心电图异常 我们发现呢 他跟我们之前做的几位被试的这个心电信号有一些小的差异 所以我们想就是再做一下胸道链 来进一步观察一下 心脏在跳动的时候会发出一定的电信号 离心脏越近信号的强度就越大 为了准确起见 操作人员把贴在手腕上的电极挪到了靠近心脏附近的位置 这时出现在手机上的心电图 波形成就不规律 前面测试的几个人都没有出现过异常情况 难道这个老人身体有问题 结果我们测完了之后 我们得找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分析 我们就说请了这个专业的这个 就说这个人员的分析之后 就是发现他这个是不正常的 对于手机检测出的这异样的结果 胡大爷虽然将近将近 但也不敢败慢 于是他赶紧去了医院 检查的结果果然让他大吃一惊 在医院里面复查的这个结果 跟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是相当合的 根据检查的结果 医院确认了胡大爷的病情 并及时地做了处理 避免了情况的进步的恶化 对于胡大爷来讲 这事情的结果是意外的 但结局是幸运的 有趣的是 给予他警示的地方 不是在拥挤繁杂的医院斩疗大厅 而是在一部休闲街边的手机上 这或许就是我们将来的一种生活状态 这里是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刘静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 目前用手机来代替一些传统的医疗设备 为我们的身体进行检查 正是刘静和他的团队所研究的项目 比如说这个手机的智能化 将来也许会出现 比如说你设定的功能 它可能就在无意识之中 可以对于人体的监控状态进行监护 而且自动的分析 这个测新进的装置 就是刘静和他的科研小组新进研发出来的 他们把传统新电图芯片缩小 并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和手机平台结合 让用户随时能用手机来捕捉新绿跳动情况 看着这个简单的装置 不免让人怀疑他真的能够测出我们的新电示意图 并保持精确度吗 带着这个能测新电的手机 我们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新内科 方全是协和医院新内科的主任 在新内科疾病方面 他有很好的临床经验 当我们提出用手机来检测新电时 他表示很支持 在护士的帮助下 医院里检测新电的装置已经连接好 为了准确起见 手机测新电和这个大型的新电监测器 将在同一时间对我们的新电进行测试 在耐心等待后 记者的新电图同时出现在 手机和医院检测仪器的屏幕上 拿着同时做的新电图 方主任详细给我们分析 手机测新电和传统新电仪的区别 我们采取的信号 它是和普通新电 传统新电记录的信号是完全一致 通过这个手机能够来记录 那么病人发病的时候 可以立刻就能对当时的新电进行记录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捕捉的概率会高得多 所以这个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 通过对比 手机检测出来的新电和临床应用医疗仪器检测到的结果相差无几 然而 手机虽然可以检测出我们的新电情况 但方主任告诉我们 这并不代表可以检查出和我们心脏有关的所有疾病 手机心电图呢 它主要是用于证据诊断心理失常 而对于心脏的大小或者心肌缺血 它会就会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手机医疗目前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毕竟打破了时空限制 让我们身体的许多指标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测量 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其实现在想一想 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年病患者 比如糖尿病患者 就是为了到医院去测一个血糖 您还得坐公交 排队挂号 最后得一个结果 一切正常 的确太费事了 在未来我们把传感器 无线通讯 云技术都给它利用起来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用去医院看病了 这样可能在医院里我们就真见不到排大队的问题了 希望这个技术越早出现越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其实在某些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些尝试了 所以这绝对是很快我们就能够见到的一个惠民的 好技术了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一天好心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